黄世宜表示,自己也曾想结束生命,自此后她得到一项体悟,活下来并不是因为有多大的勇气,而是因为活下来,另有目的,是意图分享。 新北市今早发生,北义女新生跳楼意外,警方目前仍在调查,旅居瑞士的语文教师黄世宜在脸书分享个人的经历,并感叹,有太多活着的人有勇气逼迫别人,却没有勇气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价值观。 黄世宜在个人脸书遗憾地表示,又看到一个跳楼的孩子,并分享自己的经历,表示自己曾是一个本来要跳楼,但因为不知道怎么打开通往顶楼的铁门,最后只好坐在地上痛哭的孩子,自此后她得到一项体悟,活下来并不是因为有多大的勇气,而是因为活下来,另有目的。 黄世宜指出,活下来的人往往比死者更为怯懦,因为在生活的不堪理必须无声,继续忍受,同时道出她的体悟,认为许多活着的人有勇气逼迫别人,有勇气指责自杀的人逃避问题,却没有勇气相信自己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价值观。 Po文艺出引发许多网友赞同,认为家长在孩子求学时期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,对于女学生的离开表示遗憾。 也有网友呼应黄世宜的话,认为不应该以个人角度评断整件事。 自杀不能解决难题,求助才是最好的路,求救请打1995,要救救我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